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小林风味的美食频道 今天,我跟您分享一款小兔蛋糕的做法 小兔子通常给人感觉性格温和,很爱干净 而且善减人意,有同情心 所以我们把它做得白白胖胖的,比较招人喜欢 现在您看见的是粉色的小兔 像个兔妹妹吧 在您节日大餐之余,上点这样可爱的甜点 一定会招小朋友喜欢 做小兔蛋糕要用的原材料 跟从前我跟大家介绍的是一样的 不过因为要用两个蛋糕坯 所以原材料可以double 我们把鲜柠檬汁挤好之后 看,这就是做蛋糕坯所用的全部材料了 鲜柠檬汁打好之后 蛋黄蛋白分离 加入牛奶,把它进行搅拌乳化 现在加入的植物油 要记着用枝子形把它打散 这样让它乳化的比较充分 低筋面粉容易结块 记着要用过筛筛一下 搅好之后放在一边醒发 等打好蛋白再用 再搅 就会发现蛋黄糊会细腻很多 将蛋白打发的过程 大家并不陌生 记着将糖分别三次加入蛋白即可 这是打发完的蛋白最后的状态 瞧,勾成这个状态 就是打发好了 现在我们取三分之一的蛋白糊 放入蛋黄糊中 将它搅匀 搅的时候尽量轻柔翻拌 然后将翻拌好的糊呢 再倒回到剩下的蛋白糊中 继续轻柔地从下向上翻拌 现在根据你要做的兔子的大小 准备两个活底的蛋糕坯 然后把它铺上一点纸 便于脱膜用 记得蛋糕糊要从高往下倒 这样可以减少它出泡 像我这样再振两三下也是必须的 这样烤出的蛋糕泡孔比较小 而且蛋糕体比较细腻 蛋糕出炉以后 记得趁热将它向下倒扣过来 防止蛋糕体回缩 把蛋糕放在架子上放凉的时候 我们开始准备内馅 这是准备的桃罐头 还有要放小兔子眼睛的红樱桃 这是我们经常做起司蛋糕用的奶酪 这是一会儿要做小兔子耳朵 还有嘴巴的小零食 现在蛋糕已经被我们 片成均等的四片了 一会儿便于抹奶油用 上面记得用一个相对中型的碗呢 扣上一个边 做好记号之后呢 在你片成相对圆形的脑袋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了 把糖粉和奶酪呢 稍微在内波炉里叮20秒 这样它就比较容易融化 打发之前 将鲜奶油和奶酪起司 均匀地搅拌一下 这样再打发就非常容易均匀 看这个样子就是打发好了 这是天然的紫薯粉 今天我们做个兔哥哥 这是做兔耳朵用的 所以耳朵的深浅随您心思 接下来准备好裱花袋和裱花嘴 然后分别将两种颜色挤入不同的裱花袋里 挤的时候可以借住一个大玻璃杯 比较容易装下 现在我们开始做小兔耳朵 这是孩子上学吃的小零食 把它拿出来修一修边 就是两只大兔耳朵了 还要记得在下面插几个牙签 这样才能比较稳固地把它固定在兔子的头上 其余的小零食也把它切开 做兔子的三瓣嘴的装饰 接下来就根据您的喜好 一层一层的将鲜奶油 抹在我们已经切好片的蛋糕体上 记得耳朵一定要插结实哦 结白的奶油 特别能彰显小兔子爱干净的这个特点 鲜红的小眼睛 让兔子显得更加可爱了 好了 三下两下 我们就把兔哥哥装饰完了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品尝了 看 入口即化的样子 真是太好吃了 这是天然的草莓粉 刚才我们做的是兔哥哥 现在我们想做个兔妹妹怎么办呢 就用草莓粉把它调成粉色的耳朵 一口下去 还是一如既往的 非常好吃 好了 在这里 祝福大家 在兔年 前途四锦 一切都吉祥如意 还要谢谢大家 对小林丰卫一如既往的支持 也欢迎新朋友 点赞订阅和转发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